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能认识自己 认识生活环境 你就是菩萨 你就是佛 一个人不认识自己 不明白自己的生活环境 那个人叫凡夫 这种事情有几个人认真思考过 认真去思量过 我是什么 什么是我 只有真正学佛的人 才会想到这件事情 这个身是不是我 身不是我 六度凡夫都执着这个身是我 感错了 因为一执着 金刚经上讲的 我上人上众生上受者上 通通起来了 四上的根本 就是个我上 我上的根本 就是个执着 上宗讲得好好 这些人对我上的根本 这些人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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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 四大烦恼常相随 我是什么 我爱 我见 我知 我慢 爱见知慢 这些是我 法如果不和我们说清楚 我们怎么会知道 常日就生活在 爱见知慢里面 爱见知慢老实说 就是平时说的贪嗔知慢 原来这些东西才是我 人人都欺求 满足贪嗔千万 贪嗔千万真的满足 阿被地狱去 六道里面最下面一层 换句话说 贪嗔千万越轻 就往上升 贪嗔千万越重 就往下聚 六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天道贪嗔千万最轻 无色界天最轻 色界天比无色界天重点 六界天又更重点 修罗和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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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辱界天又重 愈重 越重 越往下堕落 最重的 地狱道去 阿被地狱 所以 仲要去搞贪嗔千万 们 佛教人修行 修毯 修正你 錯誤的见解 我见就是见解 见解就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是爱见痴慢 这些叫我执 执着爱见痴慢 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过这种日子太辛苦太可怜了 佛教我们过悟 教我们回头 过悟就是将这件事情搞清楚搞明白 回头是亦不再做了 将他们舍得干干净净 学佛的同修都希望放下 都希望将它写了 但是偏偏写不到 你写到你就成佛了 佛同众生就这一念之差 转改来就转凡成性 转迷成悟 为什么你转不过来 为什么你不觉悟 你执着太重了 念念 欺求自己的利益 这个自己是私心 我爱 我痴 我见 念念为这些造业 大圣佛法 世尊教会 功名到了极处 迷惑到极深极重的人 如果能相信佛陀的教会 都能转得过来 你不相信 不肯学 那就无办法了 只要你肯信 肯依教奉行 凡夫一生成佛 不单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事实上 亦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